我們現在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杜英宗副副董事長 謝謝 楊校長 小竹筆 各位貴賓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午安 今天很高興來這裡跟各位同學分享 因為時間的關係 剛剛小竹筆介紹我的轟功偉業 我今天沒有辦法一個一個講 但是我講三件事情 第一個我要談一談志氣 志氣怎麼意思 志你就是要定下這個志向 氣是什麼 你要有這個drive 去達成 有勇氣 勇氣只是一時的勇氣 不一定會做成 有志氣的話 你要有很persisting去追逐你所決定的東西 第二點我要講 你要做你自己會記得的人跟事 不管是別人記得你或別人記得你做過的事 或你自己覺得你記得的人跟記得的事 就是你每天吃飯 你每天吃飯睡覺 你大概兩天前吃的飯 你中午吃什麼晚上吃什麼你肯定不記得 因為那不是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就是要你自己或者別人記得的人跟事 那第三呢我要跟各位談一談 我們要相信自己 臺灣 臺灣已經進步很多 臺灣給我們很多的機會 我們也要相信臺灣 所謂這個相信 就是要創造一個正面的能量 我可以跟你保證 如果你對人生是負面 你對人跟事都是負面 你可以決定說你這一輩子是沒希望 只有正面的人生的態度 你相信自己 相信臺灣 他有希望 志氣 我們今天談的是志氣 那很多人都說我很有志氣 所以很多人有講過 小事 寥寥 大未必佳 小時候念書念得很好 很神氣的 但後來不一定都很好 所以我們常常講 大寫畢業第一名的 不一定是最成功的人 但是呢 志氣要怎麼做 剛剛這個竹筆提到 我到美國去做事 在1974年 我到美國去 我不是像一般的臺灣的留學生 我是去美國做事情 我沒有在協校去了解美國這個社會的機會 我到了美國受信一個月 我就派出去 被派出去去查迪斯奈樂園的帳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1974年 各位 你們都大概都還沒出生了 那時候臺灣沒有高速公路 我記得我第一次要去迪斯奈查賬 他們一個比較資深的人 就說OK Let's go 就車子就開出去 我就車子跟在他後面 就一下子衝上高速公路 一輩子第一次上高速公路 結果是要去查賬 這是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事情 我記得那時候 我跟我太太兩個人 單槍匹馬 拿了兩個匹包 跑到美國去 從來沒有去過美國 從來沒有出國過 而且那時候臺灣人的英文 比現在還爛 而且臺灣真的 那時候跟美國差距非常的大 講難題一點 我們吃都沒有吃相 但是呢 我在那裡 第一年我上 他的訓練課程 第二年我就教他們的訓練課程 我就是他們訓練課程的講師 然後一年我就升為 新年 就升了一級 通常要三年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決定說我要做會計師 我就要做全世界一流的會計師 所以我到美國 六個月我就考美國的會計師 這是我一輩子第一次用英文作答 而且要考美國的公司法 而且要考美國的公司法 美國的稅法 我記得那時候考那個公司法 那個考件就十二頁 十二章 我考到最後一題的時候 那個題目有四個頁 我只剩下十五分鐘 結果在美國會計師考試是可以分年考的 但是我第一次就考上 而且我那時候名列前美國考試的前一百名 所以Price World House對我就另眼相看 我才講第一個 我們就在擠牌說我剩下三分鐘 所以人你決定做什麼事情 就全力以赴 我高中的時候是念商校 我從來沒有念過高中的課本 我到高三 當然我才決定要考大學 因為看別人都在看課外書籍 可是我決定要考大學 因為我起步和跟別人玩了兩年 結果我有六個月 我都在教室裡面睡覺 沒有回家睡覺 只有早上回家洗洗澡換個衣服 再來 所以人你要有志 但是你要有這個氣 要這個determination 要達到你的目的 那第二個呢 我剛剛要講 我剛剛講那一句話其實是前幕講 就是只有記得的人一世 才是真實的人生 我也可以講一個Peter Drucker的故事 Peter Drucker的父親跟Joseph 詹姆姆姆姆姆姆 那時候他洗下三個願望 人生的三個願望 第一個是做全歐洲最好的騎師 就是騎馬 第二個要教歐洲最漂亮的美女 當女朋友 第三個 要做全世界最好的經濟協家 後來 後來他們Peter Drucker跟他父親 還有Joseph Schumpeter 熊匹德全部移民到美國 後來熊匹德病危的時候 他們到剛剛講的Boston去看他 因為他那時候在哈佛教經濟協 他在病床上 後來Peter Drucker就問他說 Peter Drucker你們知道就是管理協大師 就問他說 你現在人生的願望 還是那三個願望嗎 他就大笑說 其實他的人生的願望已經改 他現在最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收幾個學生 然後對這些學生的生命有所影響 就是have impact on others life 所以呢做事情 你要想的要做的是什麼 就是對人生 對別人有影響 你不一定要當 赫赫的大觀 你做的事情 對多少人有影響 也就是說對別人有影響 別人記得你 記得你做過的事 這才是真正的人生 也就是說這個就是我從 為什麼從美國回來 我在美國做了二十幾年 後來我決定要回來亞洲 因為我覺得我回來亞洲可以影響更多人 那時候回來的時候是投資銀行 其實台灣沒有人了解投資銀行 那時候我在Goldman Sachs 就是高盛做 很多人看這個Goldman Sachs 不知道他做什麼 他說這個是不是五金行 然後我媽媽呢在跟我說 兒子啊你在做什麼 每天這個飛機飛來飛去的 你是不是在販賣金火 但是這個投資銀行 我把這個投資銀行帶進來台灣 我在華爾街的時候 其實華人在投資銀行坐到我那個位置的 其實是非常少 那時候剛好六四的健將從研究所畢業 那時候所有的六四的健將 你們知道的名字 差不多都來Goldman Sachs申請工作 都是我interview的 但是那時候的華人真的很少 人在這個 這次創了一個紀錄 所以我剛剛講 我在美國考上會計師 沒有在美國念書 六個月考上美國會計師 這是一個紀錄 第二個紀錄呢 就是台灣人第一次用會計師執照 申請利卡 我替後來的台灣人開了一條路 那華爾街當投資銀行 尤其是最好的 我也是第一個 人生可以有不同的夢想 你可以做很多事 而且因為你做了很多事 你對別人的影響會很大 第三點 我說要對人有信心 對自己有信心 對台灣有信心 其實現在的台灣 像我最近常常出國 或者我其實這一輩子都常常出國 我二十年前回來台灣的時候 到東京去 看東京的人的穿著 跟台灣人的穿著 是真的有所不同 那時候台灣人的穿著還很土 你現在如果看東京的街上 跟台灣人的穿著 跟台灣人的穿著其實是 並不有相同 不同 而且現在台灣人很多人到日本去旅遊 就像大陸一樣 大陸在二十年前我去的時候 哇 全部是穿毛裝 現在你去的 他跟台灣人的穿著 並沒有什麼不同 所以台灣其實是在進步的 台灣給你們的機會也一來越多 只是你有沒有 從正面的觀點去看 台灣給你的機會 譬如說我們上個月 我們舉辦的 這英總裁獨家贊助的 這唐獎 唐獎我們有四個獎項 漢學 法治 生物 藥學 永續經營 這四個獎項 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在不久的將來 會比諾貝爾獎 對人類更有影響力 譬如說我們講的漢學 那宜英時教授來演講 他講說宋朝亡的時候 日本全國 匹馬代孝 為他 所上 所以援朝的復必類 決定要打日本 結果後來遇到台後 明朝的崇禎皇帝在眉山上吊了以後 韓國 韓國 為他擠上 從來 韓國從來不碰 清朝為政策 都是認為明朝才是中國的政策 對共產黨 契機了中國大陸之後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後 中國沒有文化 在改革開放之後 大陸沒有道德 所以理師求諸也 這個文化 中國的文化 其實在哪裡 在台灣 所以余英時教授叫我們 不要妄自毀國 將來會影響大陸的 就是台灣 就是中華文化 我們還有一個法治獎 這全世界沒有一個法治獎 結果我們的評選委員會 還顯出一個 南輝的憲法大法官 他在跟這個白人的政權 對抗爭的時候 他的南輝政府呢 派了一個刺客 在他車上放一個炸彈 把他的右手右眼全部炸壞 結果後來 Mandala當的總統 有任命他為憲法大法官 那這個其他就去把這個刺客找來 叫他一五一十的講 那講完了之後呢 他用他剩下的左手跟他握手 說我選擇原諒你 然後南輝的自由民族 才是我最溫柔的報復 所以其實這些獎 我也沒辦法一個一個跟你們說明 但是這些獎台灣人 台灣人第一次對全世界頒獎 你們如果有看到這個頒獎典禮的時候 這是台灣人第一次對全世界頒獎 台灣人以前是接受全世界的獎 包括諾貝爾獎 但是我們現在有能力對全世界頒獎 而且我們的獎金是全世界最高的 這就是台灣的力量 台灣有人想到這樣子 然後有能力去辦這種獎 這裡面中央研究院的功勞 還有離起前院長的功勞很大 但是從這裡你就知道 台灣將來會引領全世界 所以在座的年輕人你要記住 你們將來也可以引領全世界 這個世界其實在等待著我們去引領 這個世界如果要能永續發展 這個世界如果能有法治的 其實這些都是等著我們去引領 這個每一個古代的人講 江山歷代有才人 各領烘燒五百 各位同學 這個烘燒就等著你們來引領 謝謝 謝謝 謝謝